你預約了的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注射是怎樣的呢? 記得只要預約了,你是可以外出接受疫苗注射的 當你去到你預約了的疫苗注射地點, 你需要與其他人保持兩米的距離, 盡可能差不多到你預約了的時間才到達, 請你一個人去,除非你要有照護者或家人協助。 當你進去的時候,必須使用口罩或其他副蓋物。 直至離開,請你使用場地提供給你的消毒初手液。 當你抵達時,會有職員問你有沒有要幫忙, 和在你注射疫苗之前,問你幾條問題。 如果你又收過預約信件,請你記得帶上去和準備好給職員檢查。 然後職員會陪你進去,和解釋給你聽你將會在哪裡注射疫苗。 整個注射過程都有嚴格的防止感染和控制措施。 職員會配戴口罩,和確保在兩次注射之間消毒雙手。 當你見到為你注射的職員, 他會將整個注射過程解釋給你聽, 和問你幾條特定的問題。 請你穿著合適的衣服,方便職員可以在你上臂注射。 當你接受注射後,幫你注射的職員會給一份有關注射後身體反應的單張給你回家看。 你可能會被要求等一等先回家。 注射疫苗後,繼續留意蘇格蘭政府的最新中谷和跟隨Fast手則是非常重要。 請記住,新型冠狀病毒預防疫苗是要注射兩劑,去齊兩次注射是很重要。 如果需要更多資料,請瀏覽 www.nhsinform.scot.covid19vaccine